凭两岸书画赶文化大吉,体验民俗飞移 第九届海峡两岸泰山实感当文化节 9月5日至9月7日在山东泰安举行 来自台湾的40余位各界人士 和大陆80余位知名飞移传承人 工艺美术家、民间艺术家齐聚泰山脚下 通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打造两岸民众的文化狂欢节 素有台湾微雕第一人之遇的台湾微雕艺术家陈锋贤 携三件微雕精品亮相文化节 其中陈锋贤手工雕刻的《世界上最小黄金小老鼠》系列作品 尤为惊艳 十只黄金小老鼠齐聚在铅笔芯上 表情各异栩栩如生 黄金造型的十只老鼠 站在直径0.2公分的铅笔芯上 整件作品从设计到尝试到完成 总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科好的 荷宝之墓发于毫毛 毫毛指毫毛的细间 比喻及精细微小的部分 在台湾 微雕艺术又被称为毫毛艺术 与毫毛雕刻结缘40多年来 陈锋贤不断追逐雕刻工法 今年更是创新技巧 雕刻完成《世界最小黄金小老鼠》系列作品 观赏这些黄金雕刻的小老鼠 必须借助高倍放大镜 方能一探究竟 那我是用比较属于台湾前卫观念 比如说是黄金系列 用新的素材可以冲作出新的作品出来来呈现 记者在现场看到 包括陈锋贤在内的众多台湾艺术家 与山东当地的非遗传人进行互动交流 两岸的手工艺者们取长补短 以亿惠友 使现场参观者一保两岸手工艺者的精湛记忆 泰山神河 泰安市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韩天坡告诉记者 通过与台湾艺术家的交流 可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创作记忆 我们俩介绍和台湾艺术家们 谈谈我们互相做这作品 台湾艺术家老是调围调的 比我们调的还要小 小到几点 甚至在那头发弄调 我们得互相学习 我们要去学习 互相互播 就把他没这仓处 不过我们这个围调上来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